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来看的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无差别的空袭 美国总统拜登痛斥普京 他点名普京本人是战争罪犯 如果我们对照海洋法庭 是把俄军侵略定为战争罪 但没有对普京个人定罪 那么之所以拜登要拉高声量 这是因为俄罗斯这几天的空袭 大部分使用威力很强 但是精准度显然低了很多的飞弹 分析家认为 这表示战事开始延长到三周 俄罗斯的高精准飞弹已经不复使用了 因此担心北京将会供应俄国的军武 拜登在星期五要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他一定会施压北京政府 杜绝北京供应俄国的军备支援 同时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周四再透过视讯会议 他这次是对德国演说 因此他特别选了纳粹屠杀的伤痛历史 希望唤起德国人的共鸣 那么阻止这场战争到目前为止能够挺乌克兰 挺的方向是没有任何一国愿意支持的设进航区 全球的名人正要持续以各种形式出面力挺乌克兰 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无差别空袭 导致大规模平民死亡 美国总统拜登以最严厉的字眼 指控俄国总统普钦是恶棍是战争罪犯 英国军事情报显示 俄罗斯近日的空袭 多使用威力强但精准度低的飞弹 这显示战时延长 俄军的高精准飞弹已经不服使用 军事专家则警告这会让战况更加惨烈 俄军对基辅的攻势近日毫无进展 俄军加大空袭力道 弥补地面部队进攻的挫败 总统普钦已经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寻求军备支援 据传北京政府有意相助 拜登预计周五与习近平通电话 了解中国的立场 会前拜登刻意提高声量 谴责普钦激起国际社会的同仇敌凯 希望借此施压中国 不要插手乌俄冲突 基辅的民宅成了俄军的空袭目标 总统泽伦斯基到医院探视受伤民众 一名16岁的少女和家人撤离时 被恶军炸伤 看到总统来访 他忍不住掉眼泪 泽伦斯基也展现幽默 逗女还开心 乌克兰未来的命运 很大部分取决于国际的支持 进英美国会之后 泽伦斯基周四再度透过视讯 对德国议会演说 他说纳粹种族屠杀的历史 正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重演 泽伦斯基也以二战后 西方为了避免柏林陷入苏联之手 英美两国展开柏林空运行动 为西柏林运送物资的历史 想要说服德国支持乌克兰设禁航区 全球的名人政要 纷纷以各种形式立体乌克兰 与泽伦斯基一样是演员出身的 前加州州长阿诺什瓦辛格 特别录制影片向俄罗斯人民喊话 告诉他们这场战争的真相 开战三个星期 乌克兰的城市机场被摧毁 还有上百万难民问题 让国家经济受到重创 GDP短期内下滑了1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预估 如果今年的经济成长将萎缩35%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我们在下半段还会有更多 关于乌克兰战事 以及对经济方面冲击的报道 不过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很久没有再关注的美国疫情 在美国疫情方面 最近您会看到一个新的变种 叫做BA.2 那么现在美国的防疫专家佛希说 因为它确诊扩增 一点都不叫人意外 不过美国还是处在一个 疫后复苏的社会氛围里面 整整两年没有举行的 纽约St. Patrick游行 在星期四重返第五大道 足足吸引了15万人参加 在美国的邻国加拿大 也宣布完整接种的旅客 4月份开始入境 连筛减都免了 亚洲疫情再升温 最主要原因就是BA.2 佛希表示的看法是 在逐步松绑之下 美国境内的BA.2 也势必会确诊增加 世卫组织在这个时候警告大家 我们全球的大流行 其实根本都还没有结束 打鼓舞演奏 表演者整齐画意的迈开步伐 睽違两年的胜派翠克游行 17日正式回归纽约第五大道 尽管天空灰蒙蒙还飘着细雨 街道旁依旧挤满围观人潮 甚至有民众千里迢迢从爱尔兰前来参加 我们来到爱尔兰去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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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了很多关系 我们还没能够到爱尔兰去祝福 今年约有15万人参加 纽约市疫情趋缓也在近期放宽口罩和疫苗接种的规范 而全美过去一周平均确诊来到3万多例 相比一月高峰大降26%左右 美国CDC疾管中心宣布取消室内戴口罩的建议 表示目前仅有低于1%的美国人居住在高峰县区 欧姆克隆亚新变异株BA2 造成欧亚疫情再度升温 尽管症状大多轻微 美国表示也正密切关注 不敢轻忽 目前全美五岁以上仅65.3%完整接种 追加剂的施打则不到符合资格者的一半 为了有效对抗新一波疫情 莫德纳在周四提交FDA成人第四针的申请 比起辉瑞递交65岁以上的授权更广泛 除了变种病毒防不胜防 美国防疫近期还遇到另一项难题 购买更多追加剂和治疗药物的资金 恐怕只能撑到月底 白宫呼吁国会尽快通过 225亿美元的防疫预算 另一头 加拿大宣布自4月起 完整接种的旅客 路径不再需要提出阴性筛检证明 许多游客都乐见其成 新政策上路后预计能带动观光收益 但也让部分专家感到忧虑 全球疫情 日本在这个星期三晚间遭到了强震 因此日本现在要棘手处理的内政问题 又添一桩 那么这个强震再次震撼了日本东北 当然包括关东 像东京也有很多地方停电 日本的整个交通大动脉 东北的新干线脱轨 因此导致了 现在在空中还有陆运 要补齐新干线的空窗旗 即使是班班加班 全部都是客满 有点应付不过来 最新的调查分析 这个星期三深夜的地震 现场因为地震而移动的程度 已经相当311东日本大地震的九成之多 当时17节车厢 只有一节没有脱轨 而未来这一个星期 有可能再次发生强震 这两天东北地区多雨多雪 强震而松动的土石和积雪 叫人担心 强烈地震再次袭击日本东北 日本时间16号夜间 规模7.4的强震 造成三人死亡 226人受伤 在工程县和福岛县 引起震度六强的剧烈摇晃 更让许多日本人 再次回想起 11年前的311东日本大地震 日本东北地方最大城仙台式的象征 战国时代武将伊达正宗的骑马像 这回也被震歪 311时部分石墙坍塌的仙台城遗迹 也再次崩塌 日本交通大动脉东北新干线 则发生列车出轨 当时从东京出发开往仙台的山雁号 区间最高时速刻达320公里 不过地震发生当下 列车因预备在工程县白石藏王车站停车而减速 因此可能是在检测到地震 启动紧急刹车的过程中脱轨 车上一共78人 索性没有人受伤 但列车摇晃程度 让许多乘客吓傻了 新幹線が揺れて こんな感じですね こう ジャンプした感じです 車内はこういうにも 椅子が回転したり 動いたりしたり 揺れてる時に 崩れ落ちるんじゃないかな って思ったんですよ 根据JR東日本 現場附近和新幹線車輛 都有安装防止 严重脱軌的装置 但是7节車廂 还是有16节脱軌 68個車輪轴 也有60個脱離軌道 JR東日本表示 要在这个月内 全線通車很困難 全日空和日航 這兩天都加開東北零食航班 機場都出現排隊人籠 從仙台車站 開往東京的高速巴士 即便加開車班 依舊斑斑克滿 這回強震也造成多處停電 除了正央附近的工程福島 連距陷阱300公里遠的東京都也大停電 東京電力管轄最多210萬戶停電 都內一度多達700多處紅綠燈停擺 看看東京江東區 地震發生後突然停電 從晴空塔上也明顯看到一整區變暗 東京新橋車站附近 燈光也消失 急著吸水 電池全部消失 我最初就驚訝了 東北地方大地震 為什麼連關東地區也停電 日本專家指出 當時位於福島的火力發電廠 因感測到搖晃停止運轉 導致電力供需失衡 為了防止設備 因電力失衡損傷 因此距離真央遠的發電廠 也停止運轉 導致大範圍停電 除了停電 工程和福島兩線 也有數萬戶停水 民眾得在低溫下排隊取水 而因地震被迫停工的 汽車電子零件等工廠 全面復工可能要幾個星期的時間 製造豐田汽車的14座工廠 約8成受到影響 下周連同子公司在內 有11家工廠最多得停工3天 日本政府地震調查委員會指出 這次地震是在沉入 引沒日本列島下的 太平洋板塊內部發生 未來一周 還是有可能再發生 最大震度6強的地震 提供新聞綜合報道 目前世界上有戰火的地方 不只在烏克蘭 另外一頭 伊索比亞的戰爭已經持續好幾年 1998年 伊索比亞和厄利垂亞 因為邊界的問題發生戰爭 那麼從那個時候開始 伊索比亞的總理阿比 他在2018年上台之後 那麼這位總理呢 讓非洲北邊的厄利垂亞 那麼兩國呢 能夠握手言和 結束了20年的邊界戰爭 阿比也在2019年 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到2000年6月邊界戰爭正式結束 11月的時候 在伊索比亞北部 和蘇丹與厄利垂亞 接壤的一個地方 叫提格雷州 那麼這個提格雷州呢 和平獎的得主呢 對於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 發動了軍事攻擊 還引爆了內戰 去年底爆發了 侵犯人權的種族暴行 整個局勢開始惡化 總共超過4萬5千人逃往蘇丹 到現在呢 軍隊空襲狂轟 三個月至少有304人死亡 而需要糧食援助的人 超過500萬人 2019年12月 當時43歲的伊索比亞總理 阿比·哈麥德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因為他促成與鄰國 厄利垂亞的和談 結束兩國長達20年的戰爭 相隔不到一年 阿比·哈麥德 親手砸了諾貝爾和平獎的招牌 他解散多元種族組成的聯合執政黨 兩度延後大選 北方與他不同種族的提格雷省 起兵反抗 打過仗的阿比·哈麥德 立刻與昔日斯迪結成聯盟 鄰國厄利垂亞派兵 與伊索比亞政府軍 圍攻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 阿比·哈麥德的政府軍 對自己的人民發動空襲 地面部隊不止一次屠殺整村人 戰爭至今沒有停火 十萬軍人喪生 超過七萬平民死亡 這只是保守估計 空襲和滅村屠殺之外 每個月幾百起的難民 遭性侵事件 還有饥荒 提格雷省現在有兩百萬難民流離失所 他們也都夢想著能早日回家鄉 還有今天不要挨餓受動 伊索比亞因饥荒文明於世 現在饥荒仍然是鏟除一己的武器 聯合國指控額利垂亞與伊索比亞兩支政府軍 多次阻止人道物資運進提格雷 試圖餓死大批平民 提格雷省正式市委滅書長 譚德填德塞的故鄉 運捕車隊再次上路希望敲開軍方封鎖的大門 3月的夜門雅丁市街頭 露宿涼亭下的是伊索比亞難民 今年2月就有8000多人合法或非法的入境 這位伊索比亞難民不知道的是 同樣常年內戰的夜門 缺糧狀況根本沒有比較好 40%人口也是靠聯合國養 由世界糧食計畫署援助供應食物 除了非洲之角 還有阿富汗、敘利亞等地區 都同樣因內戰而面對缺糧危機 2.85億人可能今年夏天就斷糧 援助食糧主要是小麦 不過小麦的重要產地已經毀了一半 還有許多國家政府給低收入戶的補貼食物 也是小麦製成的麵包、麵條等 戰火不停 小麦架長影響了是許多國家貧窮民眾的食物供應鏈 戰爭到底解決了什麼 發動戰爭的領導人們可能已經忘了什麼是人機幾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繼續Focus 這世界上確實有許多在學習上特別聰明反應快的人 我們都稱之為天才 到周末了來看一下這部片子叫奇怪的數學家 他是講一位脫北 就是出身北韓的天才數學家 他為了追求學問自由到南韓 但是起先隱藏自己的身份 那麼他發現數學被當成考大學的工具 因此他到明星高中當警衛 跟一個課業吊車尾的學生成了望眠之交 而重新喚起他對數學的熱情 電影上個星期在南韓上益 就逼退了超級英雄巨作蝙蝠俠 纏聯了票房冠軍 一起來看一下這個故事動人的地方 在人才幾幾的英才高中 至於高一就面臨巨大壓力 數學不好無法上名校 班倒毫不留情建議轉學 數學考題有看沒有懂 花時間苦讀 成績一樣掉車尾 至於深知 英才教育 對麻瓜不適用 乾脆放棄 身學主義至上 是南韓根深蒂固的社會風氣 但對於出身單親 又家境平寒的智宇來說 是最想擺脫的夢魘 學校警衛伸出了援手 兩人相約舊校舍見面 至於帶著一大袋草莓牛奶繳學費 第一堂深夜數學課開獎 僅為李學成先給一記當頭棒喝 看似簡單不過的數學題一致與直覺套公式 完全沒留意中了陷阱 錯誤的題目怎麼可能得到正確答案 學成要治癒 鳴記在心 五十九歲南韓國民影帝崔明植曾經演出菩薩玉導演的原罪犯和好萊塢電影陸西等經典作品 這回在南韓電影《奇怪的數學家》當中扮演天才脫北者 數學是他一生之愛 李漢的歌詞證明 公學國的威상을增強 公文學學家李學森 南俊宣政府院的拉致 北韓拿數學研究製造武器 理學成萬念俱灰 沒想到來到南韓 數學也只是考大學的工具 扭曲的教育讓學生失去思辨能力 南韓電影《奇怪的數學家》藉由數學這門學問代出人生課題 打敗超級英雄劇作《蝙蝠俠》 奇怪的數學家一上映就纏聯南韓票房冠軍 劇情寫實引發觀眾共鳴 而在導演蒲東勳的鏡頭之下 無料枯燥的數學也奏出人生樂章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來看最近因為通膨 大家感同身受經濟的問題 特別受到大家關注 美國聯準會本週升息一馬 想對抗通膨 然後解決缺工的問題 缺工的問題在歐洲和美國現在已經普遍化 這時候我們看看法國這個企業在兩年前就轉換新的工作制度 他們不降薪也不另外招募人 這一個法國的電子零件公司一週只上四天班 週六日是一定週休兩天 然後員工可以在一個禮拜的前五天之內選一天 就是休假不上班 但是老闆發給的是上班五天同樣的全新 而同時在改變這個制度之後 公司的營業成績反而增加了40%之多 一星期舉上四天半會怎樣 讓法國之間成立了25年 專賣消費電子產品的公司員工告訴你 除了基本的週休二日 員工在自訂平日的某一天固定休假 連外人也稱憲 因為工作日說減但薪水不減 讓不少人起初還把這位51歲老闆看作是瘋子 身為一千多名員工的企業領導 除了聽從直覺也做了點事前功課 他試算即便落入最壞情況 一年最多也只會增加160萬美元的人事成本 而他認為這項風險可以承擔 就在做出改變的一年之後 公司的營運狀況不但沒有變壞 還往好的方向走 第二項數據則是他們新規上路後 年營收力士大增40% 最后他透露讓生產力大增的秘密 就是信任員工賦予權利以及感謝 秉持以仁為本經營模式的還有他 美國威斯康辛州這間餐廳自解封之後天天高棚滿座 從廚師到店員各個忙得不可開交 但後疫情時代真人太困難 到現在都只有這四個人在撐 使得越來越多顧客等到不耐煩 不是對店員態度差就是冷嘲熱縫一番 終究把所有員工的耐心靠近 於是老闆反而拉下鐵門 並貼上字條回嗆沒禮貌的客人 老闆表示自從貼出公告和提早打烊後 就不斷收到熱情相挺的回應 甚至有不少人親自上門捧場 從小餐廳到大企業都在搶人 積極發展串流影音平台的亞馬遜 最近也向電影製片大廠米高梅的員工敞開雙臂 因為亞馬遜週四宣布 已經以85億美元完成收購米高梅的協議 還有多達一萬七千集的電視影集 通通納入亞馬遜旗下的Prime Video平台 成為進軍好萊塢最大動作 亞馬遜也強調不會有任何裁員動作 對影視產業來說 內容就是王道 而對所有企業而言 該如何留住和吸引人才 成了必須摸索的路 TVB的新聞總統報道 好 提到疫情 持續關注香港 時空的疫情讓很多人對香港政府的抗疫 以及防疫荒腔走板 相當失望 也完全不看好 香港是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 它的金融中高階的主管 有超過三成都依賴中國大陸 還有境外的人才 現在出現了人才的出走潮 最新的數據顯示 現在香港的企業裡面留不住人才 最後可能企業都會撤離 目前公布出來 香港最新的失業率達到4.5% 全香港有15萬8千人失去工作 陷入困境 香港代表性的購物區 旺角通菜街 過去天天擠滿遊客 如今冷冷清清 攤販店家不做生意 入業後整座城市更蕭條 大約晚上8點 街上店家已經幾乎全關 第五波疫情嚴重衝擊香港 生活經濟面臨幾大考驗 福東報告最新失業率上升至4.5% 全港失業人口有近15萬8千人 多少家庭陷入生計困境 港府要斥資30億港幣推臨時失業支援計劃 提供給月入不到3萬港幣 且連世失業30天以上勞工 一次1比1萬港幣援助 希望撐過這段艱難時刻 但除了失業問題 香港現在還得面對人才出逃危機 這位原本在香港攻讀博士的留學生上恩 眼看疫情失控決定回到家鄉上海 也因此打消了畢業後在香港工作的念頭 而另一位在香港從事金融工作 已經5年的法國人Loreen 認為港府在防疫上連番失誤 導致今日局面寧可放棄多年經營 但女兒轉往泰國重新展開新生活 根據香港人力資源公司資料 香港企業中高階層 一月兩到三成來自大陸或海外 留不住人才 最後可能連企業都要撤離 很多亞太區的總部 其實已經搬離開香港 當一些有亞太區的總部離開香港 其實等於有很多席位流失去世界各地 專家分析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可能因此動搖 打擊如此巨大 近期甚至有聲浪 大陸中央有意強化香港的問責制 靠量中港兩地制度有別 大陸中央無法輕易撤換香港官員才會一再容忍港府的人們 反觀大陸這波本土疫情重災區吉林17號一次懲處了當地16名官員 至於一線城市上海疫情升溫 但不敢親眼封城改採劃定重點區域 48小時內密集檢測兩次的方式 而大陸疾控中心流行病學專家吳尊友也對這回大陸為何出現一波疫情擴散 做出分析 那麼目前從全球幾大州來看 西太平洋地區是疫情最為嚴重的 那麼給我們國家就造成了輸入病例的顯著增多 這就使得我國在很多的省份出現了局部的狙擊性疫情 專家說由於Omicron病毒特性加上大陸近九成人口完成疫苗接種 就會確診多維輕症和無症狀 在發現疫情上速度較慢才導致多點擴散 從三月至今大陸本土確診數已超兩萬例 波及28個省份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關注俄羅斯無差別的攻擊 讓烏克蘭的難民數在三周就超過300萬人 最新的消息是美國傳出正在努力的 要讓烏克蘭人可以透過赴美一清的方式移居美國 而今天的故事裡面有一位替醫院義務排隊領麵包的 美國公民在烏克蘭街頭被俄軍打死 陳時街頭才被發現 而這位美國公民的伴侶還在烏克蘭醫院的病榻 為了拿一塊麵包慘遭俄軍掃射橫時街頭 16號發生在烏克蘭切爾尼戈夫市的慘劇 確認其中一名死者是美國公民 他是來自明尼蘇達州67歲的希爾 希爾的推特貼上伴侶艾拉在醫院內的臥床照 本週一才寫下我們在這裡撐著 形容醫院裡很冷發放的餐食不斷縮水 晚上頻頻出現的轟炸炮息聲令人難以入睡 人們越來越沮喪 因為醫院裡就快沒食物 希爾最近開始志願到街上去領糧食 回來發給大家 他的最後一篇推文表示市區內已經不讓拍照 到處都有眼線不斷發生轟炸已經無路可逃 家人隨後在他的推特上宣布接獲通知 希爾的遺體在切爾尼戈夫市被尋獲 他在排隊領麵包時被二軍打死 建築物只剩下斷垣殘壁 隱約看見原本的紅色屋頂 馬里烏波爾這間劇院也是最大的避難所 已經在廣場上標記孩童字樣 16號仍遭二軍空襲 國際裡面有至少1200名婦女和兒童 現在已經無法統計死傷 能走的就趕快逃命 但這一切都被俄羅斯政府否認 烏克蘭東部的梅列法陣也遭到轟炸 一間學校和畫廊被移為平地 至少21人死亡 當俄軍無差別攻擊意味著烏克蘭難民數量只增不減 目前9條人道走廊有8條正在運作 但俄軍的攻擊隨時降臨只能喊時間賽跑 估計三個星期下來已有310萬人逃離 其中190萬人進入波蘭 但踏上異國土地才是挑戰的開始 抵達的第一站大家都要通過這個地下道前往車站大廳 在這裡決定你的下一步該往哪去 平均每天都有2萬人湧入 看著地圖彷徨著要在哪開啟新生活 波蘭官方全力動員 現場提供糖果好安撫幼童 還有志工主動幫忙難民規劃行程 CNN消息指出美國政府也在努力想辦法讓烏克蘭難民到美國依侵 根據美國國務院統計 從去年10月開始只有700名烏克蘭人順利進入美國 而全美各州也陸續有政府表態願意接納難民 讓我讓大家很明顯 歐亥歐邦會歡迎 和會歡迎 任何人從烏克蘭 在他國生活並不容易 要克服語言上的困難 還要同時想辦法撫平家鄉戰火的傷痛 世界各地紛紛向烏克蘭難民伸出援手 幫助他們度過這個最艱難的時刻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接下來來看的是加班 政府要管 北京的政策大刀什麼時候揮到哪裡 沒有人知道 這一次呢 閘刀揮向了中國網路企業 網路企業有一個996公時 一直都引人詬病 因此在2月份就傳出抖音母公司 字節跳動 有工程師過勞猝死 北京市政府開第一槍 對企業違規加班 立刻整治 鎖定網路企業 那包括了很多生鮮電商 也傳出過品質不良的問題 現在被嚴查得更緊繃 中國的網信辦還推出一系列 針對網路平台直播主的管控規定 看起來政策上是要持續收緊網路企業 對網路企業嚴加控制 在中國大陸 尤其是網路企業的職場常態是 從早上9點到晚上9點 每週工作6天的996工作制 經常會聽到有人抱怨說呀 只要加班不死就往死裡加班 22號深夜 一則字節跳動又猝死一位 妻子懷孕兩個月的消息 在網絡上傳開 猝死員工妻子說 自己的丈夫呢是字節跳動的工程師 工作已經4年了 平時加班很多 儘管從媒體到民眾之間 對於過度加班的批評從來沒有間斷 但疑似因為過勞而死的悲劇卻始終未能消失 從拼多多到影片網站 嗶哩嗶哩 再到最近的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 都曾傳出員工疑似過勞猝死的消息 面對持續惡化的職場加班問題 北京市當局終於決定開出第一槍 官方坦言包括字節跳動騰訊快手 百度等網路企業 就是北京市這一波針對整治的重點 要確保勞動者平均每週工作時間 不超過40小時 每週至少休息一天 然而 整治得了嘛 為什麼 太普遍了 我覺得各行各業都會有這個問題 企業要發展啊 對吧 而且企業它也是在解決民生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可避免的 還有民眾認為 光是查清楚企業有沒有讓員工加班 就是個問題 尤其當前不少網路企業 採取在家工作的模式 或者讓員工打假卡 甚至給員工超額工作量 因此只看工時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你一天的工作沒做完 那你就自己加班把它弄完 我覺得這個沒必要吧 至於他自己 每天四五個小時吧 大陸的網路企業 除了因為工時問題遭遇官方嚴查之外 還有這個 生鮮電商平台丁咚買菜 近日被媒體踢爆 用死魚冒充活魚 以及把過期蔬菜更換標籤 重新包裝販售等列行 周三遭北京市場監管局行政約談 並且立案調查 丁咚買菜周四緊急發聲明致歉 由於丁咚買菜已經在美國紐約證交所上市 消息一出 股價慘跌一成六 而同樣在美股上市 或者接受場外交易的生鮮電商 美日優先與美團買菜 也成為北京當局這一波宣告言查的對象 除了北京市對網路企業加強控管 中國大陸網信辦周四也召開記者會 宣示展開清朗系列行動 管控網路活動 將著重打擊網路直播 以及包括抖音快手等短片領域的亂象 前面整治劣跡藝人違規復出 被封帳號違規轉世 嚴格管理主播和短視頻帳號 規範打散行為 要合理設置充值打散 及受散的額度 評斥 北京當局從2020年起 持續針對網路企業加大監管力度 包括以反壟斷的名義 對阿里巴巴財罰222億人民幣 騰訊更被迫吃下450億人民幣罰單 部分網路企業被迫出售子公司或縮小規模 導致銷售成長降低股價下跌 彭博統計指出 與去年2月相比 騰訊與阿里巴巴目前市值 已經蒸發超過1兆美元 兩家企業近日也傳出 有益大規模裁員10%到15% 一方面就是維拉 維護廣大網民的合法權益 第二個方面就是維拉促進 互聯網企業也包括網站平台 持續健康發展新聞資源 在北京當局持續揮舞的嚴管大旗下 成千上萬名網路企業的員工 現在擔心的可能不是加班 而是被迫沒班可上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 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 再會 訂閱 分享 訂閱 點 vont 點